用壓力將這個磨跟杯口碰在一起 達到磨磨的一個效果 那根據財政部的統計啦 其實在去年年底 就是2016年年底 黑咖這個圖表上顯示了 在我國飲料店有登記在案的 包含冰果店 滷熱飲店 咖啡店 午茶餘館 酒精飲料店 這些加起來都會有每萬家的出品 其實從十年以來 每年平均是以超過一千家的出品在成長 那在這十年期間 除了僅有登記在案的這些店家以外 包含像是早餐店 也會使用到飲料風口機 另外夜市一些攤販 沒有登記在案的 也會使用風口機 所以這麼多數量的風口機 其實對小朋友是一個潛在的威脅 我們直接來看到那一天的案例好了 病人是一個2歲9月的小女子 那因為家裡經營了很閉店 那平常是把媽在照顧的 那那一天大概晚上8、9點的時候 媽在店裡面玩 在店裡面忙 就讓弟弟在會台上玩 那雖然說 媽媽之前應該很久高 接過弟弟說這個風口機是個無限的東西 不過大家也知道 小朋友就是聽過就忘 聽過就忘 他看到一個機器在那邊 很高興的用右手去抓那個風口彎 你抓機器器之後 會不會造成了他的手部外傷 那媽媽趕快聯絡119 把他送到醫院急診 這是在我們醫院急診罩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右手 右手在食指 中指 銀衣指 以及小指的門 手臂這一側 都有提前的傷惡 那也有脫皮的情形 那特別注意到是小指的部分 大家可以發現到小指的軸向 跟其他受傷的三隻手指不一樣 有稍微的 角度有一個旋轉的情形 另外 他的顏色看起來就蒼白 跟受傷的三隻手指不一樣 那又懷疑有一個骨折的情形 無讓兵人去照的情形 這是提提右手的X4 可以看到除了受傷的十指 他骨頭的頑囊之外 中指 伏冰指 以及小指的部分 都有骨折的情形 其中又一小指頭 就有一個中一個合兵混淫的情形 那這樣子的一個受傷 那一個開放性骨折 在和地圖 懷疑他血蠢外有問題的情況下 我們幫弟弟經濟 安排一個手術 病人是在晚上9點多的時候 還要急診 我們在11點的時候 靜開到房間 讓他處理這樣子 這是弟弟在麻醉完之後 我們仔細拍個照片這樣子 可以看到 剛一開始在今天提到的 十指 中指 無名指 及小指的背策 都有點重的傷痛 那看起來這邊的皮膚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把手搬到手掌這一邊 可以看到十指 中指 無名指 這三隻手指頭的手掌側 看起來都沒有明顯的外傷 可是小指頭的外側 有一個很深的撕裂傷 再加上我們看這個小指頭的指頭 很明顯的跟旁邊這三隻手掌的時候比起來 他們顏色很蒼白 而且看起來比較乾淨 那懷疑是有一個 血液循環不良的情形 那我們來看一下手指頭的切片 基本上 手背的構造有 生殖肌腱以及靜開的部分 那手掌這一點 則是有 屈指肌腱 動脈 以及神經的構造 所以說 這個手掌這一側的傷口 合力懷疑他傷到了動脈 而造成血液循環的受阻 所以我們要緊急的實行 緊急的實行行為受阻 首先我們先來處理手背這一部分的動作 先把確定壞死的皮膚修掉 那看到底下的生殖肌腱 都有順暢的 我們就把它用 移動線給它補充 補充完之後 補充部分用補兵補兵之後 我們把手 攀到手掌背面 我們在顯微鏡下去 觀察他手掌 小指頭內側跟外側的這兩條動脈 在內側這條動脈 是沒有看到我們血管的損傷 只有看到一點 類似撞擊的 歐差的冷靜在上面 但是在外側這邊的 神經跟動脈 神經是完好 跟動脈可以看到他是被切斷的 那因為顯微鏡脈有受影響 所以我必須用顯微鏡的輔助之下 把這個動脈做接合動作 那大家想一下 這是一個2歲9歲大小的 又是小指頭外側的指動脈 它其實顯微重建的 顯微接合的困難度很高的 不過說不然會很高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想法 我們是使用11個0的輪動縫線來做縫合的 11個0的輪動縫線是多粗的 是0.01毫米 0.01毫米是多 這樣也很重想 我們就拿正正義的頭髮來比較 一般來說 成人的頭髮的平均粗細是0.05毫米 那我們用的縫線是0.01毫米 大家想像我們用一頭髮還有七分 七五肺的線來做血管來結合 就可以知道這個難度就過高了 我們整個從把它醉完到手術結束 總共花了4.5個小時 這個是你開完刀的照片 我們剛剛做過了中指 膜椅子跟小指頭骨折的部分 我們用骨折 把它骨折的地方 剷位之後 剷起來 那手臂這部分的皮膚的損傷 也把它輕穿完 機械混合之後 把它骨折 把它骨折固定 我們翻到手掌這一面 可以看到 這個手指頭的寶寶程度 雖然跟沒有受傷手頭比起來 還是有差距 但是它變得比較粉紅 我們直接比較素前跟素後的照片 可以看到素前這個小指頭的指腹完全是一個差不白 而且就是非常的幹硬 我們開完刀之後 顏色變得就粉紅 雖然說幹硬的情形還是存在 但是已經比數前的好很多 而且學習環是正常的 我剛說過龍人手術時間 總共花4.5個小時 在這麼年紀小的小朋友身上 你開這個時間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不過因為小朋友年紀很小 所以原則上 我讓這個病人 讓小朋友開完刀之後 到膠病房觀察 第一個是怕小朋友如果醒來 因為傷口痛的關係會遭動 讓這個我們好不容易接好這麼細的血管 如果傷 它生阻塞或再次斷裂的話 反而得不償資 所以我們在交病房讓小朋友 就是給他扔進去兩天之後 讓小朋友慢慢的醒過來 第三天我們把他轉到不同病房 那病人在術後第11天 順利的出院 然後到股間科 接受股間的疾病 這張圖是以手術後的單位的 就是他三歲的時候 來做的温診追蹤 可以看到受傷的右手的食指 中指 無力之急 小指的部分 受傷的地方都有發痕比較明顯的狀況 不過這些發痕並沒有造成功能影響 可以看到小朋友還是可以做很好的握捲的動作 X光的部分 我們用右手跟左手來比較 左手是沒有受傷的骨頭 右手的部分 原本受傷的中指 無名指 以及小指的骨頭 都已經完全遇合 看不出來的痕跡 那當然 手說三個月是一個短期的追蹤 我們在病人 開完道之後的一年半 也就是小朋友四歲多的時候 請大家回來門整追蹤 四歲的小朋友 弟弟已經開始上幼稚園 那基本上一些生活方便包含防鞋帶啦 然後指示東西啦 鞋子畫畫等等 就是完全沒有受影響這樣子 那我們也有比較他沒有受傷的左手跟受傷的右手的 手指關節活動度 可以發現他受傷的那四隻手手 中指的活動度跟左手完全一樣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結果 食指無名指跟小指 雖然比較起來角度有略為受險 但是爭議的評分還是屬於一個良好的結果這樣 所以病人在這疏後一年半的追蹤 其實得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遇後 對你的生活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那以上就是這個案例的部分 那接下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風口急造成的守護外傷 基本上這個守護外傷是以小朋友為主 主要運用量 第一個 因爲小朋友不等 不認識字 因爲好奇心又強 就算是大人跟他說嘛 這個機器很危險 那上面也有警告標誌 小朋友一定看不懂 他只要看到好奇的東西 就是用手去抓這個風口環 一抓就會找成守護的外傷 另外 它的利器過小也是一個問題 基本上 現在風口機卻有一些安全設計來避免意外傷害 但例如說 如果這個風口機感應到立等的阻力 它就會停止動作 停止風口或動作 可以避免這樣子的傷害 但是小朋友力氣很小 他只要一被風口機一啟動的話 直接被扯進去 完全沒有抵抗的力道這樣 所以自己小朋友力氣 那過去發表在醫學文獻上的密歷報告 全部都是台灣所發表的 這跟我們的疫苗的風口機在台灣的補免性 非常的有相關性 那過去成大在11年前 那個靠皮醫師又發表過 類似的小朋友手外傷的案例 那在高雄的高雄醫學大學 以及高雄長等 都有發表相關的案例 那這些總共統計起來 大概有十幾個小朋友 受到這樣子的手褲外傷 其中只有一半的病人 手褲可以回到受傷前的功能 那一半的甚至之後都有嚴重的八等 可能說需要重複的做青瘡植筆 甚至一些皮半整形的手術 才有辦法讓病人的手功能 恢復到跟對側手沒有受傷的手一樣 飲料風口機造成的手褲外傷 基本上是有兩個機制造成的 我剛剛一開始就有提到 它是利用高溫 將風膜的材料達到凝界溫度之後 來達成風膜的效果 那這溫度會多高呢 依據材料的不同 從攝氏120度到攝氏180度等等 那既然這樣子處在這樣子的高溫之下 只要一秒鐘就可以造成三度的燙傷 那另外我剛剛說過了 風口環的壓力要把這個風膜跟杯孔 結合這個加壓的力量 也會造成手褲的壓閘傷 而產生手褲外傷 所以小朋友的受傷的程度 會依照受壓時間以及溫度而已 那最輕的可能就是稍微破皮流血了 嚴重的三度燙傷 開放性骨折 跟我們這個小朋友一樣 更厲害的 甚至整個手指頭被戒斷 這個過去其實只有萬一報導 那基本上正在公共衛生的立場來說 讓我們避免這樣子的傷害 比事後再來治療這樣子的傷害來的重要很多 那怎麼樣預防呢 基本上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個是避免給小朋友接近 當然我們可以把這個風口肌 擺在比較高處的地方 用微暗溫住 不要讓小孩子去接近這個風口肌 當然可以從根本去避免這樣子的傷害 第二個是機器的安全設計 目前就是主流的 就是市面上主流的風口肌 大概有兩個常見的安全設計 第一個是手動開關 那其實這個機器它是可以從自動切換成手動 只是因為部分大部分的鏈夾都沒有盲入 如果再畫一個手動的時間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拖延他們處理產品的速度 所以基本上手動開關都是關起來的 那手動開關的總理會是呢 我們把飲料杯放進風口環裡面之後 需要另外一隻手取代熱開關 風口肌才會啟動 那如果是一個小朋友意外去抓到那個風口環的話 它另外一隻手沒有取代熱開關 機器就不會緊揉 當然就不會造成那個手部的外傷 這是第一個常見的安全設計 第二個安全設計是這個白色的這個閥門 安全閥門 只要風口肌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這個閥門被觸碰的話 它的機器就會停止所有的動作 那這個是在於說 如果你就打人手的大顆抓住風口環 拖進去的時候你碰到風口肌 你用到這個安全閥門 就會停下來這樣子 可是小朋友的手比較小 所以有時候這個安全閥門 並沒有辦法難應到小朋友的手在那邊 所以目前有一些新的設計 只用紅外線偵測 就是說這邊紅外線 只要你手進去 你接觸到這個紅外線 它就會自動停止這個機器 可是總是有可能會發生意外 那意外發生的時候 還有什麼樣的搶救 所以我才可以減少後續的一些病發症 第一個 要切斷電源 盡快把肢體脫離這個機器 第二個 因為這個是高溫高壓產生的傷害 所以必須受傷的肢體 需要大量的沖水 減少這個在山口的殘餘的溫度 避免它造成更近度的溫度的傷害 第三個 如果不幸真的有被切斷的肢體的話 一定要把它撿回來 然後好好的保存 然後一起跟病人送到醫院來做處理 那這個斷掉的肢體要怎麼處理呢 基本上有三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是使用身體食鹽水的紗布 把這個段子整個包裹起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要使用塑膠袋 把這個剛剛包好的紗布整個密封起來 當然用封口袋是可以的 第三個要放在冰塊跟水的混合容器之類 接下來趕快連病人跟肢體一起送到 用真心外科的醫院 盡早進行鮮微的縫合手術 來避免因為肢體斷掉之後 削血時間太長 而造成無法截回的遺憾這樣 那有的人說 如果家裡沒有生理時間水要怎麼辦 其實主廢的開水 或一半的自來水其實都可以 因為在台灣 我們的醫療可進行算是非常高的 那基本上半小時到一小時內 一定可以到達 用整形外科的醫院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暫時使用一般的開水或自來水 其實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比救濟會的是你用肝部直接包著 因為處在一個肝的環境 血管跟神經都會加重它的損傷 而之後反而會造成 我們在做行為手術的困難 所以簡單的總結一下 一定要封口肌造成的小的手部外傷 在台灣算是常見的一個傷害 基本上因為封口肌很高 問題幾壓力造成的傷害 那輕的話就是一些貨皮優先 重的話是指頭被截斷 但在公共衛生的立場上 我們先要避免小朋友受到這樣子的傷害 那包含隔離這個機器 讓一些封口肌安全設計能夠提升 那如果真的不屑發生意外 那緊急的脫離機器 沖水以及斷支的處理 對於病人的癒後都是非常好的 那謝謝各位朋友 請各位朋友說我們要發問的地方